今天作物题英语没问题 请看第一题 Lily lives in China Lily居住在中国 这道题考察的是借词 in我们后面通常跟的是大地方 比如国家或者是城市的名 at后面跟的是小地点 比如说在家 at home 在学校 at school on后面跟的是平面 比如说操场 on the playground 或者是左右边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第二道题我们的是China 中国 国家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所以咱们选择是A选项 in China 第二道题 we play football 什么Monday 在周一我们踢足球 在周一具体的某一天 我们一起来看解词的用法 一年应月应季节 外加早晚与下午 on加星期和周末 还有具体某一天 at要加时间 午夜 黎明 与黄昏 这个是前面老师反复给大家分享的口诀 所以这里的Monday 具体的某一天 咱们用的是戒词 on on Monday 第三道题 I get up什么 7 o'clock 我7点钟起床 7 o'clock 具体的是某一个时间点 所以戒词呀 咱们要用at 跟上一题的口诀是一样的 at 7 o'clock 第四道题 he often 什么me 什么my english 在这里呀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搭配 帮助某人 在某个方面 help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所以呀 我们先排除的是C选项 C选项当中 后面的是to 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后面呢 我们要加动词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帮助某人 去做一件事情 而这里 我们是在 我的英语方面帮助 我在某个方面 帮助某人 我们用的戒词是 with with后面 加名词 something 而这里再来看 a和b之间选项的区别 帮助某人用help 没有错 但是要看谁帮助呢 主语是he 第三人生单数 是男的他 所以主语为三单 位语动词 也要变成三单形式 help后面呢 要加s 才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的是a 再来看第五题 how many 什么 do you have how many 问数量 后面我们跟的是 可数名词的负数 所以直接排除了 c选项 c啊 是book 指的是单数 那b选项 后面加s 是负数形式吗 当单数名词 以s x sh ch结尾的时候 是由单到负 咱们后面跟的是es 而不是直接加s 所以答案b 也是一样的被排除 a选项 sheep 它是一个单负数 同行的单词 无论是单数 a sheep 还是负数 后面都是不加s的 它是一个单负数 同行的名词 所以这到底的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 a how many sheep do you have 你都做对了吗 做对了 给老师打 全对吧